那下一位分享者是歡迎我們今天提供場地熱氣球的張雲大哥 大家好,我叫張雲松,白雲的雲,松樹松旁邊三年歲 然後大家可以叫我張雲哥,對,那我是 我不是這家店,我有三家店,對,現在有三家店 然後我開在基隆公館,然後還有東區那邊也有一家 那做的東西都有一點點稍微不一樣,對,那 我今天沒有要分享,特別要分享什麼主題 主要是想跟大家聊聊我自己從畢業以後到現在大概兩年半的時間 大學畢業到現在兩年半的時間,然後我自己的一些經歷 那因為我想說今天應該大部分在場的人都是大學生居多吧 那都是還是學生,所以我想說把這些經歷分享給大家 不需要感到徬徨或什麼之類的 那我自己是77年次的,然後我讀台大經濟系 剛剛有一個我的學妹,台大經濟系 對,經濟系很好,對,很不錯 大一就好好玩就好了,不需要想太多 對,那經濟系是一個什麼系呢?就是 我們是社會科學,大家覺得我們是商學院 那其實我們是社會科學院,那社會科學院其實在探討的東西就是人 就是我們在講人的所有的行為,都可以用社會科學來分析 對,所以我們常常會講說這個人的效用怎麼樣,這個人的成本怎麼樣之類 對,這些東西都可以套用到人身上,有時候我們決定任何一件事情的時候 如果你是個理性的人,你會把一些成本跟你得到的好處考量進去 對,所以經濟系四年其實沒有教我什麼 沒有教我什麼如何去看股票啊 大家都說你會買股票啊,哪一股票哪一支股票會漲啊 你會買基金啊什麼的,大家都會問你這個 但你其實什麼都不知道,你知道的東西我覺得更多更多的 學妹以後可能慢慢體會,就更多更多其實在於 你怎麼去下一個決定,你怎麼去下一個理性的決定 對,那這個東西影響我四年,所以我大學一畢業之後呢 我就先去當兵,那當兵的過程中我就一開始思考說 我的未來需要什麼,想要走什麼樣的生活這樣子 那當然每個人到大師都會思考這個東西,其實是很無聊 對,那但是就是大家都在想的時候你也不得不想 那我給我自己的一個感覺就是我希望 就是每次我在看我自己的時候,我希望我自己是一個 一直有很多不同經歷的人 我不希望,因為我大師的時候,我曾經有一度有個念頭想要休學一年 因為我就很緊張,因為我那時候就感覺我好像走入了一個 每個人都鋪好的一個道路,對就是 其實大家如果都在升學環境上,大家就會知道說 我們高中的時候,你到高三,你的道路就是考大學 很多人啦,大部分人,然後在場的那些很多 那大學的時候,你的下一個道路,大三大四的時候 你就是交換學生,要不就實習,要不參加商業競賽 就是什麼,如果你是那個理科的,可能就考研究所,準備出國 就是你的路好像被很多這個社會給決定好了,你沒有什麼其他選擇 那當然也有創業什麼這些其他選擇嘛 那我就覺得很難過,我覺得說 我覺得一整個禮拜都在家裡都沒上課,想說到底 就是我搞消失啊,就跟我同時說我要消失一個禮拜 就說因為我不知道自己 究竟走這條路到底還有什麼意義這樣子,對 那 但是我後來 其實這件事一直困擾我啊,整個大四 我還是就是跟著大家的那個 路走,就是去實習 然後去找一個實習的工作,然後呢 就是去做做看,也是以銀行,就是經濟系一般的出路這樣子 然後,但是這整個過程一直 到我當兵的時候才有一個 爆發性的改變,對 那我當兵的時候跟大家講,我是御官,然後我是政戰官 然後我的工作呢,是在監獄 在座有人去過監獄嗎? 我在監獄裡面,我在監獄裡面待了 八個月,七個月,七個多月 是真的監獄喔,不是假監獄 然後講一下監獄的生態,大家一定不了解監獄在幹嘛 我在花蓮軍事監獄 那是關軍犯的地方 那裡面呢,大家想到簡簡單單 最簡單的就是逃兵,酒駕,吸毒 好,這是小case 好,再大一點的有殺人 然後有放火,營區縱火 然後有竊盜,強盜,強盜,全部都有 對,那我在監獄裡面做的工作是新府官 你看經濟系誰當新府官 就知道我們國軍有多麼特別 好,經濟系的出身,然後當新府官 心理輔導參謀官,這是我的權賢 好,少尉,掛少尉 心理輔導參謀官 每個人穿著監獄在制服裡走啊 最後一堆人跟進行,新府官好啊 好,你就說好,好,大家好,大家好 有什麼問題,來找新府官,來找新府官就好 好,就是這樣子,然後就跟所有人這樣講 然後工作的主要內容就是在監獄裡面 好,想像這個監獄 那就好幾間小小房間 我們監獄大概 整個監獄的放風場 我們就放風場就是阿扁出來揮手啊 做運動那個地方,就放風場 可以打籃球,可以打羽毛球什麼 要走四分鐘,大概就這麼大 那旁邊每一個牆壁就是一個鐵門 鐵門大概就是一個人可以走進去 大概六十公分過來走進去 然後就一個小小一間 那多小間 就我站這個點 我站這個點,到這個牆壁,到這個牆壁 就這麼小一間 好,一個人要住在這裡面喔 裡面還有馬桶喔 好,就這麼小一間喔 然後你睡覺的,腳是一定伸不直的 對,你就是這樣睡 你這樣睡 然後呢,這邊就是馬桶 然後一面牆 然後你上廁所,全部都被大家看到 因為不能 上廁所,你怕你幹嘛嘛 所以你就是蹲在裡面 這就是大家知道的監獄 然後監獄有多可怕就是 所有犯人進來都是很兇嘛 然後都是 都是你沒有看過的人啊 那個人比你在新聞上看到的人還要遙遠 你完全沒辦法想像 那些人經歷的是什麼生活 那他們進來就是被大家 所有人都要先標他們 就是班長,又要方便拐禮嘛 就叫他們全部直接在那邊蹲下 然後全身衣服脫光 為什麼要脫光 說明,美其名是要檢查 身上有沒有那麼長的東西啊 那其實就是要羞辱他 因為你要把他完全沒有自尊 他才會,他才聽你的話 對,如果你連都能叫他脫光 你以後叫他做什麼事情 他都會那個,都會做 那就全身脫光 脫完光之後就叫你蹲下來 然後往那弄起來 那你要幹嘛 就是動 就跳,然後看你的生殖器有什麼問題 然後把你的那個肛門扒開來 然後就檢查 他們會戴個手套這樣戳進去 就這樣子 完全就是 每一個犯人進來都經過一模一樣的 是軍事監獄喔 就是我們軍事監獄已經算 犯人數比較少了 所以比較好管理了 因為我們三十二十幾個兵 管十幾個犯人 你看兩個被管一個 都要這樣管 那我不知道真正的那個怎麼管 那我在那邊 我說回到為什麼 我有這個大轉變 就是我在監獄裡面 我做的新工作就是跟犯人聊天 然後那些犯人就跟我講說 他們的狀況怎樣 為什麼會殺人 為什麼會放火 全部都可以聽他們講 那我就做紀錄 承報上去 就是我經歷過這個 這個 這個事情之後 我覺得我當兵生活 給我最大最大最大的改變 就是說 我看到了這個社會上 各種不同階層 各種不同的情況的人 包含我自己 在監獄裡面的生活 就是有多麼 無法想像 你永遠沒有經歷過 你根本就不知道 那是什麼情況 可是我們人就是 同時只能經歷一件事情 像我開這個店 我就只能經歷開店 我就不知道上班主在想什麼 對那我就想說 那我知道怎麼樣 才可以經歷很多事情 如果我去上班 我可以經歷到上班的事情 那我開店我可以經歷到開店的事情 我沒有辦法兩者兼得 但是我要怎麼做才可以 在我的有限的時間裡面 得到最多的不同的經歷 對那 因為我想要得到這個經歷 是因為我在當兵過程之後 看到這麼多 這麼多奇形怪異的經歷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我很喜歡 我在當新甫官的時候 我看到那個殺人的那個殺人犯 他在我面前跟我說 他為什麼殺人的原因 因為他是個gay 他每天被他長官羞辱 他也沒有想要殺他 他只是拿一個報紙點火 丟在他長官門口 然後那個報紙燒成灰燼了 那長官就說 他在營區縱火想要殺他 然後他就被判 一審被判死刑 二審他就請一個律師來 來打官司 那個律師就說 他們去找消防隊說那個報紙 他就丟了二三十次報紙 怎麼樣都燒不起來 就是報紙燒完就燒完了 不會把營區燒掉 所以就證明說 這個人不可能殺人這樣子 然後他就最後被判無罪 對你就是從他 我進去八個月 他八個月就被關八個月 然後最後是無罪 他當兵進去 整個都在關 都關在監獄裡面 每天都被判在屁眼 每天都在那邊 就是被班長狡 然後我看到這些經歷 我就覺得說 不是我想要有他這個經歷 是我覺得 我聽他這個經歷 我覺得我這個工作 有很多很特色的事情 那我想要做的工作 也可以希望有很多特色的事情 對 那當然這跟我開座的店 是另外一回事 我只是覺得說 創業可以有更多的機會 接觸到這些人 接觸到更多的事情 對 那月只剩十秒鐘 所以如果大家以後有機會 想要再跟我聊的話 可以再聊 因為我其實可以講 九十分鐘沒問題 但是只能加九分鐘 好謝謝大家